在這個盒上面吃這個泰國的船麵 整個味道 香料的味道 豬肉的味道 然後加上這些豬油的辣椒油啊 整個香氣 都提升了很多 說實在很厚重 這一碗麵值得期待 哈囉大家好 我是Titan 邱永 今天做的這道菜 就是泰國的船麵 吃它的用意有兩種 第一個當然就是味道 第二個應該是感受吧 你在小小的這個船上面 因為泰國裡面知道很多盒嘛 在這個盒上面吃這個船麵 那種感覺會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 盡可能的讓它稍微省略一點 讓你可以在家裡面做 就剛開始一樣 我們用到這個 湖水籽 花椒 跟白胡椒 稍微炒過一下 一定要去聞到那個香味 溫度不用太高 你也不要炒到椒 我們就把它給裝到我們的 中藥袋 如果沒有中藥袋怎麼辦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買一個 拿吃外也可以好不好 不要穿過的 不要大家很緊張 拿我媽的 還是最好是破的那個 不要有穿過的是可以的啦 這時候我們把食材加進來 蒜 碎 香菜的頭 然後我們加上一些薑片 然後洋蔥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上這個 香茅 一樣如果你真的買不到這些食材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省略吧 就沒有關係 做一個你自己覺得好吃的船麵 我覺得就好 不用搞得太複雜 那船麵也是一樣 它可能用的是米線 可能用的是河粉 可能用的是一般的這種麵條 不用說一定要局限於這樣怎麼樣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正宗的話 我覺得也歡迎你跟我講說 正宗的做法是什麼 來我們的水家進來 然後我們燙過的這個排骨 跟我們的豬五花肉 五花肉把上面的這個油去掉了 然後跟它的皮也去掉了 你為什麼要冷水一下 你比較好放 沒有別的意思 你要弄個捆在那邊丟啊 你真的很麻煩 你不覺得這樣放很輕鬆嗎 做菜的時候 我們要找到一個很舒服的方式 好不好 蠔油 如果你想要讓它很道地 你就去買那個泰式的蠔油啦 我們加上這個五香粉 然後這個豆腐乳 你可以用一些水把它壓一壓 醬油把它加進來 湯的顏色會稍微深一點 感覺起來就是要讓它重口味啦 我們就讓它燉煮 滾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在最後五分鐘的時候 我們把那個貢丸放進來 接下來我們用豬油 來再做一個辣椒油 豬油渣大概爆到你 就是所謂的七八分的 這種狀況的時候 再把你的蒜下來 一樣把它爆成蒜酥 所以這個香氣很棒 味道的堆疊就會非常的好 好 這時候顏色都變了 我們就把它倒出來 立出來 好 這時候鍋子 我們把它給清乾淨 辣椒粉下來 我們剛剛的豬油進來 把這個豬油再做成辣椒油 哇 好 這樣就好了 不要讓它爆太久 就是下去有點溫度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碗麵值得期待 應該先喝口湯對不對 嗯 整個香料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然後帶出一些豬肉的甜味 在吃到麵裡之後 還有這個豬油泡的那個 噶滋噶滋的口感 然後裡面拌的這個蒜酥 肉都已經燉到完全的軟爛了 這樣吃起來的話 說實在很厚重 整個味道 香料的味道 豬肉的味道 後面加上去一些野奶 讓它融合在一起 然後加上這些豬油的辣椒油啊 整個香氣 都提升了很多 沒吃過的話 一定要自己煮看看好不好 那我覺得這個味道 你應該會喜歡 那我們 TITAN餐桌帶你飛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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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